好那我們現在就正式開始囉 我們接昨天進度繼續玩吧 那開始之前先講一下 那個我後製剪接的部分啊幾乎把那個跑地圖啊打小怪的部分通通都剪掉啦 只留劇情跟那個主要的戰鬥 其他都毫無保留全剪了 然後還有那個語音忽大忽小的部分啊 我後製的時候也有做一下處理啦 就是有些語音太大聲的部分呢我有把它給弄小聲一點 一句一句挺麻煩的 再來就是我們主角啊 從前面的連三賊都可以欺負我們 有沒有太誇張了 我們連三賊都打得很辛苦啊 但今天不一樣囉 今天的主角可是徹頭徹我的 真正的大俠 不只我 後面兩個跟班趙大哥跟這個親妹子 欸等一下 突然跳出來 都變成大俠啦 一個個都不得了 從9級直接飆升到71級 太神了 我就不信我等級這麼高誰能夠欺負得了我 以上幾點說明 真男人 哈哈哈 從戰鬥力5直接飆升到戰鬥力10萬 好啦我們來去西村樓可是帶著親妹子去沒問題嗎 這不是你該來的地方吧 哎呦 幾位少侠 里面請 里面請 可有相好的姑娘 呃 這個 在下想見蕭白娘一面 誰不想呢 公子請了 這西村樓雖是煙花之地 然而也不是每個女子都能輕易見得的 蕭小娘子立下規矩 等閒之人 她是不會見的 不知公子是天下知名的文士呢 還是王孫公子呢 又或是武林豪俠呢 還請報上名來 我們新取的名字 連我們自己都不熟悉 哪有什麼名頭能震得住他 有在想假名的嗎 這怎麼辦呢 有沒有給錢的選項啊 這三個都不太好 想花錢了似的 還請大娘 千萬行個方便 行個方便 方便一下就能見到蕭小娘子 那豈不是天下男人都去方便了 這 何況姐姐我怎麼就成大娘了 你這人也太不會說話了 也罷 啊 我瞧你們是真心想見蕭小娘子 實話說了 實話說了吧 既然沒有名頭 想見美人 便只有兩條路 這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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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字迷诗词的 都是些什么呀 请说来听听 阿璐 你来 怎么觉得声音好像还是有点大声啊 诸位请听好 萧姑娘所出的提示 三光日月星 话说银子我不是没有啊 但还是尝试一下对一下他的脸吧 然后刚刚有人说高等打怪秒杀不就没乐趣了吗 哦 这你就错了哦 你不要看我现在是七十几级啊 我打那个野外的怪才十几级 我无法秒杀他诶 打个两三刀才打死 话说可以用简体字吗 诶呦可以诶 直接复制贴上 诶 回答错误 什么啊 瞧不起简体字啊 要见美人 既然无才便要破才 公子 请给钱吧 不行啦 他们这游戏居然瞧不起简体字 滚滚滚 衣裳穿得好看 没想到也是几个穷鬼 别耽搁我做商业 这狗眼看得很低诶 我可是土豪诶 我只是不想给你钱而已 等一下 我们先 换繁体字看看 既然无才便要破才 公子 请给钱吧 我要对联啦 滚滚滚 只有一次机会而已吗 诶 不对吧 他只给一次机会啊 就失败以后就只能交钱了事了吗 这不是钱的 我很多 哦 好吧 没办法 知道我乖乖交钱了 诶 然后勒 你拿钱不办事啊 算了 我自己去找 春已半 触目此情无限 十二栏杆闲已变 愁来天不管 好时风和日暖 书语音音艳艳 满院落花 他 他怎么好像很孤独的样子 嗯 啊 我 我不小心说出来了 奴在想心事 还请诸位莫要见怪 多谢姑娘愿意见我们 公子说笑了 白娘虽受房间错爱 却也不过是个卖笑女子 又哪里敢摆什么架子 哼 又是猜字迷 又是要钱的 这不叫架子吗 方才在楼上瞧见几位 白娘虽无甚识人断人之术 但见几位神色之间极为急切 故大胆揣测 几位恐怕 并非是为了来此消惊窟寻欢作乐吧 却不知诸位是为何而来 这 我也实在不知该如何说起 有一人对姑娘心折已久 温叔姑娘曾与狗大户有些过节 便与我们去教训了她一顿 要我们说与姑娘知晓 这 这 我与狗相公确实曾有些误会 只是奴在封尘中怎敢计较这许多 那位公子的心意 能先谢过来 那人并不是个公子 啊 其实另有一事 嗯 直接说出目的吗 我等想求姑娘的一只差儿 哦 要首饰 合不到早王家金银铺 却来我这里 实在是受人所托 非要姑娘的差儿不可 原来如此 不知究竟是哪位来求 这 实不相瞒 我们也不知道她是谁 却不知要哪只差儿 你 你有很多吗 嗯 这个好 清儿若是也想要差儿 以后我给你去买 论金买 嗯 黎哥哥 买这些哪有论金的 两位 真是叫人羡慕 得成笔木 何此死 愿作鸳鸯 不献仙 小姑娘 你 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咱们还说不说正事了 那人只说要一只差儿 却并不曾说要什么样的 柯大哥好像常常吃醋 如此听来 似是个痴情儿 不是 一只差儿罢了 送予他便是 不过 不过奴有一事 姑娘既肯割爱 要是有什么事为难 我们自然要帮忙的 看你们似乎都身怀武功 可是容金中人 这 不瞒姑娘 我等正想加入容金 嗯 听说柴相公 文说柴相公 只折扇一柄 文采风流 武功卓绝 更是一手创立容金 要孝张仔为万事开太平之言 奴心折不已 以为真丈夫也 因此重金密的这把檀香古扇 望朱君入得容金之时 代奴赠送于他 就说 就说是西春楼上 淮安逸女所赠 是 寻好梦 梦难成 有谁知我此时情 正前未供言浅雨 隔个窗儿 低道明 下剧情是什么 刚来看不知道 这还真不好解释呢 嗯 这倒也是个机会 免得我二人太显眼 是啊 你杨哥哥一个人 要搜床瓜肚 找话题逗你开心 又要护着你 还要想办法赚钱 给你吃喝玩乐 为时太艰难了些 哎呀 小九终于体恤哥哥我了 要多找几个人 来蹭吃蹭喝了 我 我哪有那么麻烦 你静瞎说 我才不是为了这个 啊 他们来了 你们瞧 萧姑娘的拆儿 我给带来了 啊 天下第一花魁的拆儿 果然不错 哇 这手艺 天底下再也找不出 第二只来 嗯 嗯 拆是好拆儿 只是 怎么能证明这是萧姑娘的呢 嗯 自然 找麻烦吧 别生气别生气 这就算你们过关了 我定会实现诺言 让你们见到向三道的 这么着急干什么 嗯 谁让你当时自诩是我们的救命恩人了 哼 你这是自作自受 所以 小萧的让你们跑了趟腿 虽然有点对不住亲姑娘和贺大哥 可是让你们做的也是好事啊 嗯 这只燕儿钗 就送给你们 当作赔罪吧 天下竟然有这般赔罪之法 佩服佩服 不错 不错 小九无耻起来 在下简直 不忍之事 哈哈哈哈 我两人年纪较轻 这九姑娘更加是 更加是不识抬举 还请几位见谅 什么 明日咱们就去找相舵主说情 一起加入容金 几位身手不错 又有我们两个如此厉害的人物助阵 加入容金 那还不是水到渠成之事吗 这两个人一个赛一个的会自吹自雷啊 各位 天色已晚 我俩暂先告辞 明日午时 再在这里与诸位相会 诶等等 若你俩就这么一走了之 我们岂不是白跑半天 哼 本姑娘一诺千金 某些人小人之父 爱信不信 赫大哥 清姐姐 咱们告辞 杨哥哥 我们走 这个温妹妹就是目前我想攻略人啊 她对 只能姑且相信他们了 清儿只怕也累了 我们去三元楼休息吧 这个温妹妹对其他人还挺娇的 但唯独对主角 哦 傲到不行啊 这种角色感觉 攻略起来比较有成就感 小黑五万呢 那现在是要回去三元楼 几位是要打家还是要住店呢 几位也是来住店的 看来我们与几位果真是有点缘分 哎哟 聂元呢 聂元 哼 诸葛殿也能遇见你这自大狂 我还没叫晦气呢 你倒说是聂元 看嘛 看嘛 又窝起嘴来了 哎呀 这可不小了 客官 咱们这只剩三间房了 太棒了 啊 啊 这附近可还有客栈吗 哎 哎 这陵安客栈本来就抢手得很 这几日也不知怎的 四面八方来了不少江湖豪杰 便是有客栈 怕是也没房间了 五妹妹一起睡吧 哈哈哈哈 我与赵大哥一间房 温姑娘与清儿一间房 杨二一间房那也无妨 只是这两人来路不明 若是让清儿和汪姑娘同房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黎哥哥 你盯着我看干嘛啊 我可不跟你一间房 你整天都瞎想些什么呢 小二 就开三间房吧 好嘞 我还愿意出现选项 一在下看来 赫兄不妨与黎兄一间房 输着二人也好多亲戚 那是自然 喂 岳姑娘与九姑娘各自一间房 岳姑娘 我吗 好 不要啊 这没意思 那你呢 这个不劳诸位挂怀 那么 我先回房了 黎兄 赫兄 明日再见 清姐姐 咱们走吧 嗯 明日再见 在下先出去溜达溜达 明日再见 我不想攻略赵大哥啊 黎兄弟 咱们也去休息吧 大白天的休怎么洗啊 这个 是菊花被盯上一只吗 糟糕 不知青儿他们睡得好不好 今日温酒喝羊二 便该带我们去荣津了 先出去外面看看 诶 诶 赵大哥呢 这个只有一张床 诶 一人睡 呃 两人睡一张吗 大懒虫终于起床了 黎哥哥就是爱睡懒觉 到送 到临安了也不知改改 都是爹爹灌重来的 我 我这次醒的并不晚啊 是因为昨晚 嗯 温姑娘和杨兄弟呢 似乎那温姑娘比你更贪睡 杨二线下 叫她的门去了 我昨晚看见 她搬了条长凳 在温姑娘门口睡呢 大概是怕自己的妹妹出事吧 真是兄妹情深 屁啊 这个温妹妹的门口 不叫你门口吗 哼 要不下次 我也搬条长凳去你门口 哼 好啊好啊 就怕黎哥哥 会半夜掉下来 噗通一声 他们来了 赵大哥又吃醋了吗 在下有一事相告 其实 其实 其实我并不叫温九 杨二也并不叫杨二 我还倒是合适 这个嘛 我们早就知道了 啊 原来是假名啊 这这这 原本行走江湖 应当肝胆相照 不能隐瞒的 实在是因为 我与杨哥哥两人孤身行走江湖 怕江湖险恶 毕竟双全难敌四手 因此出此下策 也好让肖小之徒 不要打什么歪主意 请各位莫要见怪 对不住了 在下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秀隐藏 温十九师爷 这是在下的好朋友 清乾坤 杨不凡 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这八个字被你说出来 估计哭也要哭死了 温姑娘无需自责 我等也有所隐瞒 不过 为何你们说了真名便会有危险呢 你不知道 温十九这名字在临安 乃至在大宋全国 都是极为有名的 哦 莫非 温姑娘武艺高强 又或者是 因为温姑娘长得特别可爱 啊 不不不 不是那样的 在下的名字之所以不能轻易告人 是因为家父温有其的缘故 在下自己 却没有什么过人的长处 哦 当然 那也是相对而言 比起一般人 在下的长处还是有那么一两个 三四个 五六个的 温先生 不仅富甲一方 而且文采风流 在下也是 久仰大名 那就代家父谢过了 总之走江湖 多一个朋友 好办事嘛 三位气宇轩昂 不 两位气宇轩昂 一位清国 这个 金国不让须眉 三位看起来都是伸手不凡 独步武林的高人 我俩正是想与诸位结交一番 一同闯江湖 岂不又保险 又开心 嗯 我们原本就是要通过你二人家的龙心 现在又何须多问 这个内心的二位子好像有点多耶 你们这样的朋友 当然要结交了 却不知三位现在可否告知我们真姓名了 这 这自然是不能告诉你的 在下 也是行不更名做不改姓 姓夜明离 说的都是真名字 不过却是我们自己另起的真名罢了 在下贺贤 我 我叫叶青 被看穿了吗 哦 好吧 你们怎么说便是怎样 好 咱们这就去找向三道去 他应在郊外的容金分舵 我和杨哥哥先去和他打声招呼 终于可以去容金踢馆了 郊外的容金分舵 那个容金分舵嘛 就是个小破庙罢了 咱们跟上去瞧瞧吧 鲁牛角色是什么意思 估计是在说那个吧 欧派很大的 妹子 其实这个游戏的妹子欧派都不小啊 就比那个温妹妹也是 满等四季等老实说我也不知道 原来温姑娘叫温湿酒 酒是温的自然也是湿的 干嘛要再说一次 横朔覆湿 湿酒临江 苏子瞻瓷虽好 这兆头却不好 也可能是取 伐木鱼板 湿酒有眼 编斗有剑 兄弟无远之意 不过 不是敌人啊 我也是敌人欸 赵大哥 我们换个话题吧 浪费我的技能 直接朝他吐过去了 肥仔午安啊 若是出了什么事 我可怎么向你爹交代 诶 这三位是 巧了 正要去找你们 你们倒是心急 自己寻赖了 正好 向大叔 我来为您引荐引荐 这位心事重重的是叶梨 这位整天皱着眉毛的是贺贤 这位如花似玉的姑娘 是叶青 亏他记得住这个名字欸 讲过一遍就记住了 好 原来是叶梨少侠 赫贤少侠和叶青姑娘 久养久养 这三个名字 连我们自己都才听说过不久 你久养的又是谁啊 这位是容金盟临安分舵舵主 向三道向大侠 久养久养 这三位虽然除了青姑娘外 貌不惊人 但却有几分功夫 他们心目容金已久 也想要加入容金 因此我与杨哥哥做个引荐 竟然能有杨小哥与温姑娘引荐 那几位自然是 自然是这个 与众不同了 结巴 结巴怎么意思啊 糟糕 糟糕 我们果然找错了引荐人 用这两个不靠谱的人引荐 想生到 必定会认为我们也不靠谱 我发现男主角是吐槽一员 这下尽容金无望了 亲扒了饺子 对了 听说你们跑去狗家庄胡闹了一通 那是怎么回事啊 惭愧 我二人差点命丧狗家庄 幸好这三位出手相救 否则 这时倒会好好说话了 莫非是为了引荐我们 才收了性子 温姑娘太谦逊了 杨兄弟与温姑娘武功不俗 即便我们没有多事 想来二位也不至于出什么事 黎大哥说的哪里话 你们的救命之恩 我与杨哥哥自当报答 哪怕干脑徒弟也在所不惜 哈哈哈 温姑娘真是个妙人 实在叫人叹佛 既然三位果然是古道热肠之人 那从今以后 三位便是我容金友人 若遇到男士 自有容金中人出手相助 如此便进了容金了 这倒是比我想象中容易得多 不对 怎么叫什么容金友人 向大侠 咱们可是想加入容金的呀 几位有所不知 容金从前 对几位这样的少年英杰 自然是来者不拒的 却因此被天人教中人钻了空子 安插了不少探子进来 现下容金不得不小心谨慎 若要成为正式弟子 还得先为我容金分舵 做下几件事来 等上一段时间 得罪 勿怪 正巧此时便有一件小事 需要有人帮忙 你们可愿意走上一遭 不知是要做何事 在临安南瓦有一人 名为钱赞 乃是一方恶霸 暗地里勾结权贵者 做了不少伤天害理之事 若是能将他除去 便是临安百姓之福 不知此人现在何处 此人现在应尚在临安南瓦 官府对他束手无策 我容金中人 却不能坐视不理 有劳诸位 替容金除去这一方恶霸 自当容死 亦不容死 事不宜迟 请务必完成 在下还有些事情 先走一步 到时候 你们在这里寻我便可 此事甚为奇怪 我瞧这位贺大哥 终日皱着眉毛 便知道贺大哥 果然如诸葛孔明一般 你怎么知道贺大哥 是诸葛孔明一般的人物啊 在下也很好奇 我与杨兄弟似乎相识不久 杨兄弟也当不了解我才是 为何将在下与孔明并称 贺大哥嘛 那 与诸葛孔明一般 操心操得多 死也会死得早些 这什么意思啊 在诅咒人吗 杨兄弟果然会开玩笑 这 这选项有点难耶 贺大哥说是何事奇怪 哎呀 怎么行啊这个 既然有弟子上报 为何弟子不去找那潜在 非要我们去找 自然是因为 容金弟子百事缠身 这种小事 只好请我们这些容金非弟子 去做了 容金非弟子 好称呼 此事当真可笑 容金原本就是个武林帮派 并不像金国的天忍教一般 有朝廷之称 想来也不会给盟中弟子 发贤发粮 更网论封官印子 为了加入一个 与自己毫无益处的帮派 竟要花去如此多的时间 岂不是空让天忍教做大 容金却固步自封 这其中实在另有原因 你要知道什么 不错 柴松之所以步步小心 全是因为他夫人赵无双 死于盟中叛乱兄弟之手 以异己之私罔顾大业 绝非成大事之人所为 她是不是不痴情的很呢 是不是要打起来啊 萧姑娘恐怕 萧姑娘 什么萧姑娘 我说的就是西春楼的萧白娘 这事怎么与她扯上关系了 难道她 她对柴松 正是如此 她托我们送一柄扇子 转交给柴大侠 以表相思之情呢 哎哎哎哎哎 萧姑娘这么年轻漂亮 我想柴松借了那扇子 肯定会高兴的手舞足蹈的 可是她不是已经有个夫人了吗 亲姐姐 你不懂 柴夫人都死了多久了 何况普天下的男子啊 哪有不喜新厌旧的 倒好像你很懂一样 不会的 我想世上终归是有真心之人的 亲姐姐还太小呢 十九妹妹明明比我小 却一副老成的模样 这俩人啥时候感情这么好 你看吐槽啥又在吐槽 这才几天呀 你们的感情就这么好了 再过几天 你们岂不是要成亲了 我虽然年龄不如亲姐姐 可是看的就是比亲姐姐透彻 是吗 你见过几个喜新厌旧的男子啊 喂喂 黎大哥 你说话比我有用 快想办法 让他们别继续扯下去了 这 这边的话 应该是要 附和一下黎妹妹吧 不不是李啊 他叫什么 男人都是好东西 没想到黎大哥 竟然有这等真知灼见 你这是要背叛咱们吗 赫德哥 我瞧我们就给他个痛快 让他做了丫头吧 你说的是 来 刀子见你 两位姑娘请转过头去 几个女孩 我们还是快去办正事要紧 收拾前赞 想来有你们几个就够了 我这儿有点事要做 先走一步 不一起吗 赫德哥奉心去吧 告辞 為什麼武俠遊戲出現老外呢 怎麼回事啊 老外也懂武俠嗎 楊布凡跟那個溫妹妹加入我們隊伍 可是他們超弱才13級而已 這兩個廢物 哪個才是潛贈 哈哈哈哈哈哈 來來來 接著讀 什麼 沒錢 怕什麼 你不是還有個女兒嗎 這傢伙真叫人討厭 喂 哪個是潛贈 啊 算不了了 該指貨的名會 王八蛋說什麼呢 王八蛋說 呸呸呸 好啊 你是來找茬兒的 哼 飛也飛也 天大爺 咱們 是來找你鎖命的 嘿嘿嘿嘿嘿 我看你們是來找死的 玩這個遊戲真的不適合戴耳機欸 他那個反派的聲音都好大聲喔 受不了欸 有沒有 這遊戲的BOSS都非常強啊 兩個七十一級的 有沒有 等級這麼高還這麼難打喔 只不過這個路邊的小BOSS欸 居然就這麼難纏 等級不是絕對的啊 狸哥哥 狸哥哥 只怕這傢伙還有幫手 咱們還是快點離開的好 哼 怕什麼 這錢贊作惡多端 若是有什麼狐朋狗黨來尋仇 也一併殺了 哈哈哈哈 小九說得是 狸哥哥 嗯 我們回去林安郊外 找向多主吧 兩個七十一級的 唯歐這個十一級的 都要打這麼久欸 先不說兩個十三級的 欸等一下 他沒掉東西嗎 喔唷唷唷 我差點忘記撿了 龍效劍跟劍翼 向大叔 喔 你們已經除去錢贊了 正是 很好 也多謝這位小兄弟 和這位小姑娘了 此處有些小錢 算是融金給兩位的靠勞 我瞧諸位今日也累了 若我融金 又不是來做牛做馬的 諸位先去休息吧 明日若無事 再來向大叔主 那向多主再見啦 累了 我們回三元樓休息吧 現在大概算初期吧 遊戲時間大概三個小時左右 大地無安啊 約要回三元樓了 安閉無安 還沒吧 還沒中期吧 應該還在早期 我們還在第一個城鎮耶 還在靈安耶 好嗎 回到大廈的 那邊 在新的城鎮 這個時候 拉好嗎 這次是 就把夜行 拉好嗎 然後再進去